港股宗旨6年升 春日走势大幅波动 曾经跌1,000点 午后一度几乎收复所有失地 6日内升近4,200点 港股要回气 恒指高开40点 见全日高位之后随即掉头向下 跌幅曾经扩大至1,001点 跌至21,400点水平 午市呈B型反弹 跌幅收窄至不够1点 收报22,113点 下跌330点 成交3,103亿 短期港股都升得急 恒指在国庆节假期之后 昨日升了1,310点 好像不费吹灰之力一升而破 初步去到21,500这些位 1,500到21,800会有一个初步的支持 外围方面都要留意 现在中东的局势紧张 会否地缘政治的因素影响到 股市的投资的风险位纳 近日获追捧的内房股显著回吐 龙湖跌百分之九 世贸、旭辉、融创中国和佳兆业 齐跌超过两成 中人寿中子13年升 回吐百分之一 个别献商股先跌后升 华太正献升一成二 美团升近百分之四 再创超过一年高位 其他方网股回吐 拖低大市 阿里巴巴跌百分之四 新世界发展跌一成一 是表现最差的蓝筹 港交所跌百分之一 招行见超过一年高位 收市升百分之三 无线电视机者李宝盛报道 港股大声大电交投唱旺 有内地人专程来香港开户 说对港股有信心 在旺角这间证券行 招早来资讯和开户的 不少是内地旅客 虽然恒指回吐 但有内地客表示 对港股仍然有信心 本身就是有这个计划要买的 然后顺便我们内地放假 然后这边正好是不放假 所以特地赶过来开 我相信会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涨得比较多 跌一点是很正常的 然后跌正好是买入的机会 交易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因为A股的话 有些交易还是有点太方便 然后有些股票可能也买不了 有券商表示 星期三港股行指升超过1300点 当日有近1000个客人开户口 比平日多大约两倍 8至9成是香港人 其余来自内地和澳门 他们处理的交易量也创历史新高 整个香港股市好像沉迹了三年 突然由1800 升穿1800 再升1900 再升20100 再次2100 再次2100 实在来得太快了 变成股民都突然间 那个情绪突然间推到最高涨 因为你始终还有某些保守小投资者 都对现在突如其来 五天突然间急升这么多点 雜星未必适应到 但是当你说可能调整回去 回回去一点点 然后回完再上 还要令他们开户口的意欲再次出现 悬上负责人又认为 当内地十一长假结束 如果北水流入之下 本港仍然有4至5000亿成交额 有机会吸引外资回流 内地上星期推出组合权提振经济 内地股市在国庆假期之前同样飙升 在北京多间券商 黄金周期间照常营业 帮客人开户 内地传媒报道 过去几日有券商开户量增幅达到3倍 母线电视记者黎在山报道 8月零售业总销货值安年跌超过一成 差过市场预期 反映巴黎奥运热潮对零售业刺激作用有限 巴黎奥运港队奪得佳职 个别商场搞直播吹谷人流 但是数据反映对整体零售帮助有限 8月零售业总销货值临时数字是292亿 按年跌10.1% 跌幅比7月的时候稍微收窄 但是仍然差过市场预期的跌百分之9 主要类别当中 珠宝、中标和名贵礼物 消货值按年跌两成四 家具和固定装置也跌超过两成一 百货公司跌近一成六 衣物、鞋类和有关制品跌超过一成二 录得升幅的只有四类 其中酒类饮品和烟草升最多 按年增长超过两成半 药物和化妆品升超过百分之4 书报、文具和礼品升百分之3 有运动用品电话 奥运期间人流增加两成 生意也有增长 商场有货奥运 期间会有广告的时间 客人都会可能入铺去留意一下我们的货品 始终我们都是卖着运动用品 奥运和我们的运动用品 其实都息息相关 客人对运动的兴趣会多了 因为奥运的项目 不过正面因素不及负面因素 政府发言人说 期内总销货值下跌 在于消费模式转变 港元回率偏高 和较多的市民暑假外游等等 业界预期9月受到低基数等影响 跌幅会收窄 而来到10月 国庆黄金周暂时只是旺丁不旺财 政府发言人指望零售业短期内仍然面对挑战 不过相信在中央和特区多项提振措施支持之下 会为零售业务带来支持 暴线电视记者梁永强报道 房屋处展开新一轮公屋租户申报 涉及14万个住户 当中12万户属于全长者户 只需要申报是否持续居住 不用申报是否持有物业和资产 今轮需要申报的14万户 陆续会在信商收到表格 必须要在下个月底之前交分 有2万户属于住满两年 400户是富户申报内别 这类的住户要申报 是否持续住在单位 有否遵守租约条款 及有否在香港持有物业 至于12万户住满15年的全长者户 即是单位所有家庭成员 年满60岁或以上 就只需要申报是否持续3个月住在单位 有否遵守租约条款 按现行的富户政策 不用申报是否持有物业和资产 长者可能有个小单位收下租 这个就是他的收入来源 他要来养老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家是要退休 他要有个职促 所以这个我们明白的 有市民就认同 对全长者户应该比较宽容 也有市民担心被滥用 应该一视同仁 不是你年纪的 是看资产的 应该就没问题 我觉得OK 可以接受 没可能的 最多给你外面有一个物业 有房委会委员认为 不止有极少数的全长者户拥有物业 他比较关注单位是否丢空 房处也应该加强巡视全长者户 怎样能够加强打击烂物公屋 就要确保这班全长者户仍然在单位居住 透过不同的巡查 让这些资源可以得到适当的运用 房处也都针对长者没有持续在单位居住 作出特别安排 长者如果去到大湾区安路 或者入住本地的院舍 先交回单位 日后想再入住公屋 可以重新编配到合适的单位 无线电视记者不加牵不斗 上日期居屋即日起接受申请 7000多个单位四成位于市区 以市价7折发售 房委会乐副客务中心 一早已经有市民在门外排队 递交申请表格 亦有市民来索取资料和申请表 有申请人说 息口和楼市变化都不影响入表意欲 都无关是楼价 在我心目中都是找居屋 楼价还楼价 过抽了多年都没什么 今年多些单位就有些信心 今期居屋退售五个屋院 合共7132个单位 分别位于启德、游塘、观塘、东涌和屯门 面积大约186至510平方尺 以市价7折出售 售价143万至467万 当中有大约四分之一 是442平方尺或以上的较大单位 平均赤价最高的是 轮近港铁送皇台站的启德启营丸 启营丸 启营丸 最吸引是什么地方 是分辨 因为一直在这区附近读书 之前也试过 当然没抽到 希望这次顾得欠 到时看如果抽中 小帝都喜欢 有帝都没帝 如果抽不中 一生都要 今期居屋申请将会在 今个月23号夜晚7点钟截止 预计第四季搅株 明年第二季选择楼 母线电视记者陈尚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